武力强租三门弯被拒 只是因为意大利打仗不行吗 其实啊 意大利强租三门弯被拒这事啊 很复杂 不单单是因为意大利打仗不行 还跟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局面密不可分 当然了啊 最重要的原因啊 还是国家实力 意大利啊 确实太弱了 连埃塞俄比亚都敢输 作为欧洲列强的牌面啊 那确实是太丢人了 这还不是一般的丢人 意大利啊 当时出动了近两万人的侵略军 最后全军覆没不说 意大利还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合约 根据合约的内容啊 意大利不仅要放弃侵占埃塞俄比亚的土地 承认其独立的主权地位 还要向对方赔款一千万里拉 而且啊 十九世纪的战争啊 主要还是靠海军 而意大利的军事实力 尤其是海军实力 那更是非常一般 当时意大利向总理亚们提出要租建浙江的三门湾 除了外交恫吓之外 作为武力威胁 竟然只派了三艘军舰在三门湾附近游异 实话说啊 就连英法都不敢只派三艘军舰来扣关 这也太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了 更何况 这三艘军舰也过于寒酸了一点 以旗舰马可波罗号为例 它是意大利常驻东亚的一艘巡洋舰啊 装备有六门六寸炮 十门四点七寸炮 航速为十七节 当时清朝虽然刚刚经历了甲午新败 但北洋水师已经开始重建 并且很快啊 添置了四艘军舰 其中的主力舰为海天号 航速为二十四节 装备有两门八寸炮 十门四点七寸炮 火力不在马可波罗号之下 航速还有很大的优势 更何况 清朝是本土作战 军舰的补给上啊 有很大的优势 而且这事啊 也绝不是清廷一时头脑发热 而是经过了很冷静严谨的预判 因为总理衙门是连续两次拒绝了 意大利租界三门湾的要求 意大利中间还增了一次兵 把军舰增加到了六艘 如果清廷想要反悔 对意大利妥协 随时都可改变态度 收回成命 但清廷始终没有这么做 可见啊 清廷对意大利这个级别的伪劣墙啊 还是有很清晰的认识的 当然了 这倒不是说意大利的海军实力不如清朝 而是意大利总体的军事实力 决定了他不可能放弃 其他地区的战略布防 并集中兵力 派出一支更强大的海军 去三门湾耀武扬威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国际关系的影响和牵制 因为意大利啊 在武力扣官的同时 跟当时的几大列强都打了招呼 希望他们支持自己 但这些国家并没有选择支持意大利 而且还各有各的理由 首先是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啊 在巴尔干地区啊 有利益上的冲突 所以不支持 接下来啊 是德国 德国啊 和意大利啊 虽然也是同盟啊 但是呢 他和奥匈帝国同样是同盟 并且呢 德国与意大利之间啊 也有利益上的冲突 所以啊 不支持 还有法国 法国与意大利在北非地区啊 有利益上的冲突 也选择了不支持 而沙俄当时与法国是同盟 所以也不支持意大利 只有英国选择支持意大利 但也仅限于外交支持 如果意大利执意要开战 那英国啊 就只能保持中立了 由此可见 历史上啊 意大利租界三门湾 被拒一事啊 远比网上那些 关于意大利的搞笑段子 复杂的多 也更有意思的多 这里面啊 不仅涉及到清朝与意大利啊 在国力和军力上的微妙角逐 更涉及到 19世纪中后期以来 西方列强内部 在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问题上 愈演愈烈的政治分歧 绝不是用一句 意大利打仗不行 就能简单解释清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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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